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回答各位QAA的問題 其實你們也知道我很老實的 我這個人從來不在乎外表的 我只在乎內心 放屁 在台灣這個國家我應該是市中吧 不高也不安 這還用問嗎 這當然是 我不當大學生已經很久了 廢話 從小到大都是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自己帥過啊 在台灣有正常的食物能吃嗎 我都快百讀不清啦 那是什麼來的 我聽都沒聽過 我跟他的差別可多了 我跟他不同老爸生不同老媽生不同生肖不同血型不同身高不同大小 欸 我指的是身體方面 真正的戰士 永遠只有一個人 你先別管我歪哪邊 你哪天在路上真的被我遇到 我一定拿我的老人 HOLY SHIT 2014年12月13日 2014年12月13日 我只講一次喔 你聽清楚 首先 先找好一大堆的老人 然後打他 踹他 然後再加起來 你給我舔腳趾 你給我舔腳趾 腳趾沒給我舔乾淨 我跟你講你不要回家了 對不起 就一個我喜歡的運動 就像有人喜歡打高爾夫球 有人喜歡打籃球 而我剛好就是喜歡賽車 會玩賽車的人沒什麼了不起的 真的 只是台灣比較少人在玩賽車 也很少人在把賽車這樣東西當成運動 欸 別說了別說了 Look my face 我當然是就第一阿 李傑森這麼胖我又拖不動 而且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讓李傑森進到海裡 全世界的海平面會不會往上拉伸阿 沒有 我其實沒有什麼討厭做的事阿 我不適合在直播這塊上面 唉 唉 我的人生其實很簡單阿 我就只是想好好地賺錢 然後下輩子過個很清幽的日子 就這樣 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在經營 而且我不是個職業YouTuber 我最剛開始的初衷我只是 欸因為喜歡看一個叫PewDiePie 他是一個YouTube非常厲害 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YouTuber 我就是因為開拍影片 然後所以自己才希望 欸自己可以試著精靈阿 自己有空的時間就可以 欸那種影片也不會很無聊 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家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欸其實都還蠻快樂的吧 我跟Dee是在國中的時候認識的 欸認識的時間大概有 8年了吧 以真正有在騎賽車的時候 大概是2年 Hey how's it going bros My name is PewDiePie 其實我還真的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會爆 對阿就是第一亂剪影片 然後有一天我回家 我的FB就被人家灌爆 沒有什麼優點阿 但是缺點就很多了 三不五十乳臭味乾 小屁孩軍團 直接灌爆你的FB 三今半夜打電話給你 然後問你一堆屁話 我跟你講紅的話 你就等著被台灣特產 毛美長期CNAPO 灌爆FB 那今天Q&A的問題就回答到這邊阿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你又是新觀眾的話 記得點下訂閱並且按個讚 我的影片從晚上剪到早上 你要說當Youtuber容易嗎 我說真的 當Youtuber真的不容易阿 各位掰掰